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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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读化一切众生 法师成佛 为了成佛 今天我们听法 然后静静地修行 成佛以后去读化无量的众生 这样子发菩提心 然后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 今天的课我们接着昨天的课继续讲 那么昨天的这个课当中 我们讲了大乘佛教的六般若般若密度 当中的第三般若般若密度 也就是忍辱 也就是忍辱 忍辱的这个修法 我们昨天讲的是忍辱的修法 那忍辱呢 我们作为一个学佛的人来说 尤其是作为一个学大乘佛教 然后发这个大慈大悲心 然后发菩提心的人来说 这个修忍辱是非常重要 因为忍辱它是控制 或者是断除这个成恒心的方法 那么成恒心在这个大乘佛教当中 它是大乘佛教当中 最大的一个修行的阻碍 修行的障碍 所以要对峙 这个成恒心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一不小心的话 我们昨天也讲过 这个《如菩萨行论》当中 讲得非常清楚了 如果一不小心 就升起一个非常严重的成恒心的话 那就有可能我们就很长时间 就是几百万年 几千万年以来 所造的这些很多很多的功德 瞬间就会灰掉的 有这样子的可能 所以这个成恒心是非常严重 对着这个成恒心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方法是忍辱 这个也所以很重要 那我们这个忍辱有三种忍辱当中 我们昨天讲了第一个忍辱 那么第一个忍辱呢 它也有两个阶段 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搭着训练 就是实修忍辱 忍辱的时候 这是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呢 修好了以后 我们忍辱用到现实生活当中 用到生活当中 用到工作当中 工作上怎么样去用忍辱 生活当中怎么样去用忍辱 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忍辱呢 不仅仅是我们在大作修行 忍辱不仅仅是一个大作修行者 而是现实生活当中要去落实 要去做 但是呢 如果在这个之前 我们自己没有失修 修这个 也就是说没有训练 这个忍辱的话 那么到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 遇到这些障碍的时候 遇到不习惯的对境的时候 对防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个情绪控制不下来 这个时候我们虽然知道 这个成恒心 成恒心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也是不对的 从时间的角度来说 也是不对的 都是不对的 成恒心呢 比如说对一个家庭来说 经常这个成恒心 有家庭经常发生这种家庭保利这样子的话 这家庭也是一定会出问题 然后呢 任何一个团体 就是一个公司也好 一个另外的任何一个团体都是一样的 这个团体当中 经常就发生一些成恒心的这种表现 比如说这个骂人 如果是布达人的话 也就是骂人 或者是祈福 讽词 瓦苦 等等经常发生这样子的问题 那么这个团体当中一定会出很大的问题 这个是肯定的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从无论是从佛教的角度讲 从时间的角度 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说 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不应该的 这个成恒心是不对的 但是呢 都是一旦遇到了这种问题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在这个之前没有训练 所以这两个都需要 这两个都需要 第一个必须要在大做的时候去实修 实修忍辱 然后第二个修好了以后 然后就是这个要去落实 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 比如说体育运动员 他要去训练锻炼很长时间 然后锻炼好了以后 才能够参加比赛 参加比赛 这两个都需要的 因为如果没有训练 他参加比赛 他就得不到这个冠军 拿不到冠军 所以就是需要这个训练 需要训练 如果这是训练 如果没有去参加比赛的话 不能参加比赛 那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所以这两个都需要 两个都是非常需要 所以我们修这个六波罗蜜多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这个补食 实际上我们拿东西去这个给予 实际上是给予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上给予这个财物 给予慈悲 给予温暖 给予知识 给予知智 都叫做给予 但是这个给予也要去训练 就像我们这样子的自私自利的人 从来都是一切都是为自己着想 那么这种人能给予多少 不能给予什么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需要训练 先训练 训练完了以后就是要落实到这个生活当中 到时候就遇到这种对方的时候呢 然后就神兽给予这两个是需要 寻大做施修是为了更好的落实 就为了更好的落实 所以我们去这个修行 修行的目的 修行的目的是在生活当中 能够更好的这个做到这些 不识呀 忍辱呀 等等 就是为了这个 所以我们这个忍辱也是一样的 要首先要去这个修行 这个修行的方法 我们昨天讲过了 这个第一个忍辱 第一个忍辱有两个阶段 一个是落实 一个是训练 那么这个训练的这一部分 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 基本简单的讲过介绍了 然后大家按照这个方法去训练 希望大家去训练 这个非常的重要 我们这个佛友之间 导友之间也好 或者是同时同学 家里等等 这个之间 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忍辱是非常的重要 没有忍辱的人 没有忍辱 没有忍辱 没有朽忍辱 没有训练忍辱的人 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 他的这个内心呢 是非常非常的脆弱 非常脆弱 这种人啊 因为他很略性很脆弱 任何一个事情上面都是非常的挑剔 非常的挑剔 这种情况下呢 就这个人啊 去哪里都是 都是就出现很多的问题啊 这个环境的不适应呢 或者是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不满啊 这样子就给他带来很多的这个情绪上的负面的东西啊 这样子以后呢 最后啊 抑郁症呢 走绝路呀 或者是经常都是啊 情绪上的这个问题 导致很多的这些问题啊 不开心啊 不仅是造业啊 不仅是这个生气嗔恨性造业 而且连现实生活当中 都不幸福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先训练 然后就落到这个生活当中落实到 那我们今天就讲啊 这个落实到生活当中 那落实到生活和工作的时候呢 大乘佛教里面啊 讲了这个四个四个要点啊 这叫做这叫做沙门四法 那沙门是什么呢 沙门就是修行人 那修行人啊 出家人也好 在家人也好 这个修行人 修佛陀的正法的人 叫做沙门啊 四法啊 四法就是学大乘佛法人的这个四个原则啊 四个原则 这四个原则都是这个都是这个都是讲这个忍辱啊忍辱的四个原则啊 并不是说其他的就是从忍辱的角度讲有四个原则 四个原则第一个什么呢啊这个我们昨天也这个讲过了那这个名字昨天也介绍过啊 人啊打我 我不换大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啊比如说有人打我那我就不打啊 我们平时啊这个反复的这种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如果有人打我啊那我就去打他啊这个是这个是啊理所当然的事情很多人就这样子认为的嗯 天经地义的啊 但是呢佛陀啊就不认为是这样子啊 你如果打我我再打你啊这样子的话 那我打他的时候呢他会有会打我的啊 或者是他的朋友啊他的亲戚他的朋友或者是更多的人来能来打我的啊 本来是比如说有人来打我了 如果我忍辱的话那么就就一切都了了结束了 那但是呢有人打我我又去打他这样子以后呢啊难道这样子他打我我打他了以后啊 是不是就结束了呢就不是了啊这个时候呢会会更多的人来打我啊 那么更多的人打我的话那么我这边的也有朋友啊亲戚啊啊 这些人有有更多这么多的人去这个打他他们啊这样子以后呢 从佛教的角度讲啊就制造了更多的这个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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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自己的情绪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没有这种训练的话 比如说有人来打我 我能不打吗 这个时候我们控制不了 这个情绪控制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所以在这个之前 是必须要有这个训练 如果之前有训练的话 那么训练好了以后 如果有人来打我 我很轻松的 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我不打 这种方法 比如说有人打我 我不打 这个表面上看 这个显得很软弱 这个显得很软弱 但是其实根本不是 这个人是很坚强的 很坚强 这个人非常的坚强 这个话怎么结识呢 比如说有两百三百 还有更多的人的地方 更多人就忠无亏亏之间 比如说有人来打 妈 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人 这个内心 易懂不懂 如果就是就一个 保持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情绪 非常好的心态 这样子对待 这个就是说明这个人的 这个人的内心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坚强了 非常坚强 因为这么多人当中 因为这个人 无缘无故的 就被 来冤枉他呀 或者是打他呀 或者是骂他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普通人 就我们普通人 这个时候会去骂 回去打 等等 这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内心 承受不了 承受不了 就这个被冤枉 被打 被骂 这个我们承受不了 为什么承受不了 因为我们的内心 没有训练过 所以他是非常的 这个脆弱呀 非常的脆弱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是没有这种能力 因为我没有能力 所以我去 就就就就打这个人 又骂这个人 这个是因为 我没有承受这个能力 我承受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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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冤枉啊 被打这种 我没有办法承受 所以我这个时候去 去这个还受 那么这个还受呢 呃表面上啊 从世俗人 从我们世俗的 这个眼光来看的话 啊 那么有人打啊 那么这个人啊 就是就没有打到对方 这样子就是 表面上看起来 这个人啊 呃软弱啊 显得很脆弱啊 呃没有能力啊 但是呢 实际上 实际上就不是了啊 实际上就是 如果在当场去还受啊 打他骂 这样子的话 实际上觉得啊 这个勇敢啊 但是其实根本不是 因为他的内心 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脆弱 根本就 根本就成熟不了啊 就被冤枉 被骂 所以立即啊 立即就升旗 立即升旗去说 很不好听的话啊 这个是 这个并不是啊 他并不是很 很勇敢啊 啊 并不是很坚强啊 而是很脆弱啊 很脆弱 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能力 所以他去说这些不好听的话啊 那如果啊 这个时候呢啊 如果背打了 背冤枉了 背骂了啊 然后这个人 根本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翻阴啊 心狠清净啊 能够啊 能够保持这种状态的话 那么这个人的心啊 这个人的心啊 已经是非常非常啊 坚强啊 他的内心是非常勇敢的 为什么呢 他他他他面对啊 就被被冤枉啊 被打被骂啊 这种情况啊 这种问题发生的时候 他啊 这个面对啊 这些问题啊 他就是在面对的时候呢 他做的这么好啊 做的这么好 做的这个呃 做做的非常的好 所以这时候呢 就是说他他他的 他不是啊 软弱 而且他是坚强啊 所以我们的这个时候呢 世俗的这种观念 和佛陀的观念啊 这个时候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世俗人就是觉得 这个时候啊 就啊 去啊 打我们的时候 去打别人啊 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如果不打啊 那就是软弱啊 显得软弱啊 嗯 不打啊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呃 不欢受的人就失败了 那啊 去打这个人的啊 这种人 这种人就胜利了 那世俗人的 是想法就是这样 实际上佛陀就认为啊 就被骂的人啊 没有欢受的人 被打的没有欢受的这种人啊 把自己的情绪 管理得非常好的这种人 实际上他是真正的这个胜利者啊 啊 大人骂人 这个人就是失败者 嗯 大人骂人 失败者 如果几百个人 几千个人当中 一个人站起来啊 就是被啊 也就大人啊 骂一个人啊 冤枉啊 这时候呢 啊 这个人就一懂不懂 不单是不欢受 而且就是根本不升起这样子 那不是 不是打他的这个人 不就很尴尬了吗 啊 所以这个时候 他不是很羞愧的事情 嗯 所以他是失败者 嗯 他是失败者 这个不欢受的人 才是真正的这个胜利者 所以在这种问题上 佛陀的价值观 跟我们的价值观 这个时候是不一样啊 所以我们佛 学佛的人啊 我们尽量啊 就是学佛的人的层次 也有各种各样的 那我们前几天也讲过 有些学佛的人 就学了十几年啊 啊 十几年 但是呢 就是学佛是根本不是学佛 把学佛跟这个功佛啊 这两个混在一起 功佛当做学佛 比如说烧香啊 拜佛呀 啊 这些就是供佛 我们对佛陀的一种功金啊 烧香也是啊 其实佛陀的 佛陀啊 这个是我们烧香 或者是这个烧啊 一个垃圾啊 对佛陀来说 这个是没有 没有什么差别的啊 供花和供什么其他东西 肮脏的东西 对佛陀是没有差别的 在佛陀的眼里 一切都是平等的 但是呢 我们就为了 公金啊 达到我们自己的 呃 就标达我们自己的公金 所以我们这是供佛而已啊 实际上这些都不叫学佛啊 但是呢 我们很多人啊 这个分不清楚了 然后呢 啊就就把公佛 少向百佛 就是当做学佛啊 然后就是念经啊 念经就当做这个学佛啊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 有些以前有些这个禅宗的 一个叫做这个天然禅师啊 天然禅师 他把一个木制的佛像拿来烧掉啊 焚烧以后就取卵啊 也有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子做 这是一个 他是一个为了大婆这种执着啊 但是呢 我们当然不能 我们还是要供佛啊 要不要供佛 要供佛 要需不需要念佛 要念佛啊 但是呢 我们不能认为供佛念佛才是学佛啊 这个并不是说不要供佛 不要念佛 这个是肯定需要的 因为我们积累资量啊 积累资量 当然要供佛啊 念佛 但是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啊 当做这个学佛 然后就没有去没有去学习啊 没有去思考 没有去修行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学佛啊 学了十多年 二十多年 但是呢 自己的内心当中的这种嗔恨性啊 贪嗔痴 满 偶满啊 满 疑 疑就是这种坏疑啊 坏疑就是对佛陀的教力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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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问 都没有解决啊 科学就是提倡这个去疑问啊 坏疑啊 这个我们佛教里面也是 当然是很好的 要怀疑啊 但是呢 如果最终这个怀疑 解决不了的话 这个是不是好事 这个不是什么好事啊 佛教里面讲佛教的这个烦恼啊 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根本烦恼和这个这个碎烦恼啊 那么呃这个疑是根本的烦恼 怀疑是烦恼性啊 那就是像西方文化啊怀疑轮啊还有这个科学他提倡这个怀疑那么这两个是不是冲突不冲突 为什么呢 佛就是说如果我们啊永远都是怀疑啊永远都是怀疑这个怀疑这个疑文啊永远都没有找到一个答案啊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忧郁啊因为怀疑了以后呢 忧郁就是任何事情都做不成的嗯啊我做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用啊到底有没有结果呀到底能不能成佛呀啊这样子忧郁这样子的话那就永远都做不成做不成任何事情所以佛陀认为啊这个有啊这个怀疑他最终他的本质啊不是什么好事情嗯但是呢通过怀疑啊比如说我们对一件事情有怀疑嗯有疑问啊 然后我们去这个寻找这个答案啊最后找到了答案然后呢把这个疑问啊就遣除这种疑问啊然后呢我找到一个啊这个准确的答案那这样子是这样子是很好的啊如果没有找到这种答案一直都是这样子怀疑那么这种这个这个怀疑是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这个意义的不但是没有意义而且是一个修法上的障碍不但是修法啊 我们做任何一个事件的事情都是这样子比如说工作上也好生活上也好啊就是纳不出主意啊这件事情到底做或者不做啊一直都这样子怀疑疑问这样子呢那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所以这个怀疑本身是一个呃做事情的一个障碍啊 他本身就是他的本质上来讲啊做事情的一个障碍啊无论是学佛法也好无论是学这个呃无论是做这个时间的这个工作生活也好都是有怀疑的时候呢至少有怀疑的时候啊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啊所以他的本质是烦恼嗯 但是呢通过这个怀疑啊通过怀疑让我们就能有可能找到一个很好的答案如果你疑问都没有的话那么我们根本就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永远都得不到一个知会啊得不到答案但是呢如果有疑问那么就通过这种疑问找有可能找到答案所以这个是啊疑问这个怀疑啊是没有错的啊没有错的啊 嗯但是这个疑问啊一直都在我们的心里那就是成为一种烦恼啊烦恼那么这些烦恼我们都没有解决为什么不解决呢因为没有问死呀我们不听啊不听法不听佛法啊我们不去学习佛法啊根本就不去看这个佛在讲什么啊佛经有这么多的佛经啊这个韩文版的这个大赃经啊里面有这么多的佛经但是我们不去学习啊然后又不去学习啊 又不去听法又不去思考更不去修行啊整天都是啊烧香白佛这样子的话这个不能解决问题啊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这个文思修行啊文思修行非常重要有文思修行才能够啊解决这些这些这个烦恼啊那我们刚才啊讲的比如说学佛学了这么长时间但是这些都没有解决的话那么这个学佛的一个啊主要的这个目的啊 啊不是主要的这个啊结果啊就是摄取了最最最最主要的这种啊结果成果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学啊学习修行啊学习修行啊这样子以后呢才能够这些啊这个啊在生活当中啊才能够这个做得比较好比如说这个人入行呢这都我们做得比较好啊所以第一个就是人打我的时候我不换手 啊这个是撒门司法啊这个是撒门司法啊当中的第一条啊第一条我们不要换手啊人如果有人打我那就是尽量的啊就控制好自己的这个情绪啊但是这个我们刚才也讲过了昨天也讲过这个之前是如果没有训练这个是做不到的我们大家都做不到啊都做不到如果对方啊对我的大忌或者是对我的损害啊没有那么打的话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能也就是有可能啊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这个控制住了这个情绪控制住了但是这个啊比较比较遇到一些比较严重的啊这个对方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控制控制不了的所以这个之前啊就要就要这个做好准备啊这是第一啊这是第一个啊撒门司法里面的第一个然后第二啊啊人 人人骂我啊我不欢马啊啊这个就是说有人来骂我的时候呢我们不骂他嗯我们不要骂他啊这个意思也就是一样的道理啊这个前面讲的是一样我们如果有人来骂的时候啊我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话那么从实俗人看的话那就是觉得啊这个人啊很软弱啊有人这么去骂他的时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就有可能这么人但是呢 但是呢从佛陀的角度来说那就是跟刚才一样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这样有人来骂啊然后呢我们就是去骂这个人这个不是啊这个就是不是不是不是他不是表现自己的啊这个呃呃他表现出来的不是勇敢啊不是坚强而是软弱而是软弱而是很脆弱啊他的内心就啊就啊啊 就这个承受不了别人的一句话 所以就立即就升起这个嗔恨心 要去骂人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尽量的要控制住自己 这个是非常重要 我们很多家庭比较普遍的现象 比如说二女学佛了 但是呢 这个父母不学佛不心佛 这种情况下 二女就是希望自己的父母也心佛 然后呢经常去劝他们 然后呢他们的越权就越兴奋 然后就是家里就出现了很多这个官典不一致 然后就是在这个行为上也就出现很多的矛盾 就是最后就弄成家里就弄成不愉快 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要这样子 最好是忍辱 比如说父母 大可能不会大的 但是如果麻 那就不欢啊 就是不还麻不说 然后呢 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上啊 让他们发现我们学佛以后的进步 学佛以后的进步 这样子以后呢 那他们也会接受啊 不但是接受 而且他们觉得啊 这个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以前不是这样子 那那现在他各方面都有啊 比如说人骂他 他有不骂 人打他也他有不打啊 那人对他生气 他也不生气啊 做得很 而且这个做得做得很很很好啊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看见啊 这个发现这个人的这个进步啊 这时候呢 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就会自己学佛呀 或者是不排斥 会有这样子啊 所以啊 我们平时要这个这些如果能做得到的话 那就是就不需要说太多的啊 大家觉得这个很好啊 他们在家里的人也不会有这个有人辱的话 那就是不会家里不会不会产生不愉快的事情啊 这是第二 同事之间啊 然后这个领导跟这个员工之间啊 同学之间 家庭之间啊 家庭的成员之间都是一样的 尽量的那尽量的 这个不要去啊 人马的时候尽量的控制啊 然后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实在是当下啊 没有控制住啊 人马我的时候我没有做好啊 然后呢 又骂别人了啊 那这种情形 有这个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在一分钟两分钟之后啊 冷静下来了以后呢 立即要去想到啊 我这次做的没有对啊 然后下一次我坚决不怎么做啊 从此以后我发誓啊 如果骂人的话 我不会在在今天这样子啊 骂别人啊 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否则的话 那我们学佛啊 跟这个不学的佛 不学佛的人没有什么啊 没有什么差别了啊 这个实践人也是啊 别人打打打他 他有打别人啊 然后别人骂他 他有骂别人 这种这样子的话 这个实践人也是这样 学佛的人也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这个我们平时讲这个慈悲心啊 这个菩提心啊 讲因果呀 这些都是只是讲 只是说说而已 这是一种口号 就变成一种口号 从佛陀的身上 从过去的这些修行人的身上 这些都不是一个口号 但是呢 到了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呢 这就如果我们不做的话啊 就是变成口号了 所以这个要修心啊 这些细节问题上面呢 要注意啊 我们就是平时就不修 不修无家行啊 然后就是一直都想修这个大圆满呢 大手印呢 就想修这些 这些细节问题就不注意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学佛是没有基础的 这些学佛啊 凡是没有基础的事情都做不好 这个包括时间的 时间的这些工作上的这些很多事情也是这样 这基础的工作没有做好 那么在这个上做出任何事情都一定会出问题啊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些细节啊 这是第二啊 然后第三啊 第三个这个沙门法 沙门法是第三是什么呢 人怒我啊 我不怒就是愤怒啊 人对我生气啊 人对我生气 但我不不跟他生气啊 那就是这个 这个更做不到了 比如说 比如说有人来打我骂我 我冤枉我啊 挖苦讽刺 侮辱我的人格啊 这个时候呢 有可能这个时候就我就啊 就把空气啊 这个我心为心动上啊 我可以控制下来了 没有去打人也没有去骂人 但是呢 心里啊 不生气 这个就是很难了 很难 但是啊 这个时候呢 人心当中也要啊 也要也要也要 也要这个控制住 要控制自己的这个情绪 这三个是越来越省的啊 首先不打人啊 这个比较容易能做得到啊 但是呢 有人来打我的时候 我不打这个就还是有点难 平时我们不会打人啊 然后不骂人啊 这个呢 就更不好做得到 更难一些 为什么 因为平时我可以不动手啊 但是呢 也不动嘴啊 这个很难啊 很难 就是君子打仗 他就是不动手的 但是呢 他是动嘴的啊 但是佛就是说 让我们要求我们 心的啊 罪也不要动啊 最好不要动 嗯 但我们能不能做得到呢 这个之前 有训练就能做得到啊 没有训练呢 这个我们做不到 很难啊 然后第三就是更难了 更难 不但是不动手 不动嘴 而且佛要求我们 信也不要动啊 心也不要动啊 这个更难了啊 有人来冤枉我了啊 打我了骂我了 我可以不打可以不嘛 但是呢 我心也不懂啊 就是略性很平静 根本就不升旗啊 这个很难 嗯 但是呢 这个难度很大啊 但是可以能不能做得到 这是可以做到的啊 能做到这个的条件是什么呢 前提是什么 前提就是我们要去训练啊 打坐训练 嗯 在打坐的过程当中 在失修的过程当中 训练啊 训练好了以后呢 完全没问题的 可以做到的啊 比如别人打我了 骂我了 冤枉了啊 侮辱我的人格啊 但是呢 我 我都无所谓 都不说啊 这个并不是 并不是啊 我的软弱 而是 而是真正的一种力量 这就是我的力量 为什么呢 因为普通的人啊 普通的人在这个时候 是禁不起这个考验的啊 禁不起 他承受不了这个啊 侮辱他的人格呀 啊 就这个 在这种情况 冤枉他 这个谁能承受得了 承受不了啊 这个就是 因为他没有这种 他没有这个成熟的能力啊 成熟的能力 在这个时候 如果啊 这时候呢 呃 内心很平静啊 根本就不升起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力量啊 这种内心的啊 内心的这种成熟的力量啊 已经是非常非常啊 已经非常不可思议了啊 所以这个是力量啊 并不是软弱 我们不要把这个颠倒了 所以这个这个根本 这个时候呢 根本就是不需要啊 因为人冤枉你了 侮辱你的人格 你什么也没有说啊 那就是因此而有些人就 呃 感到这个羞愧啊 啊 因为我没有欢受 别人打我了 没有我没有去打 所以我羞愧啊 这个是世俗人的 呃 世俗人的这种观点啊 但是呢 世俗人当中啊 也不是所有人的观点啊 就是世俗人当中 比较没有头脑的 比较没有去思考啊 比较不懂得这个人生 这里啊的这种人 才这样子认为啊 才这样子的 世俗人当中啊 也就是素质比较高一点的 会做人的 懂得这个人生这里的啊 至少在理论上啊 他会接受的 他会接受这个是对的 这个就是力量啊 啊 人打你的时候 你去换手 这个不是力量啊 人骂你的时候 你去这个骂别人 这个不是力量 而且这个时候 你根本不受别人的影响啊 别人说的这个 大人骂人 这个跟着你 你在在你这里 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啊 这才是真正的力量 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啊 有这个呃 成千上万的魔君啊 来啊这个呃 来这个攻击释迦牟尼佛啊 那释迦牟尼佛怎么样 用什么样的话 什么样的方法 去影响这些人呢 啊 并不是无奇啊 并不是暴力啊 是什么呢 就是慈悲心啊 释迦牟尼佛是用慈悲 魔君是成恨性啊 成恨性 然后呢 释迦牟尼佛呢 对付他们的时候 就是以慈悲心来对付 所以这个魔君的啊 这个刀 墙啊 尖啊 等等这些东西 到了释迦牟尼佛身上的时候呢 都变成了喧哗 都变成了喧哗啊 为什么呢 在魔君的手里啊 墙啊 刀 尖啊 这些东西 为什么在释迦牟尼佛身上 是喧哗啊 是喧哗 而不是啊 这个刀枪呢 嗯 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魔君的这个成恨性啊 在他们手里是刀 他们手里是枪 嗯 在他们手中啊 然后呢 到释迦牟尼佛这边的时候 到了释迦牟尼佛身上的时候呢 释迦牟尼佛没有啊 并没有以诚恨性来对付诚恨性啊 没有以暴力来对付这个暴力啊 他是以慈悲心来对付啊 应付魔君 所以到了释迦牟尼佛的身上的时候呢 这就是变成这个喧哗啊 所以最后谁胜利了 释迦牟尼佛胜利了 并不是释迦牟尼佛失败了啊 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啊 这个呃成千上万的魔君啊 没有啊 阻碍到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成佛啊 这个呃成千上万的魔君 没有成为啊 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成佛的障碍啊 没有成没有成为障碍 如果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 以诚恨性来对付的话 那么诚恨性本身就是啊 成佛的这个最大的障碍 那就是佛陀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太子也不会成佛的 如果他以诚恨性对付的话 他不会成佛 所以他没有选择这套方法 他选择的是另外一种方法 那另外一种方法 所以他成功了 他成佛了 魔君失败了 他们没有没有阻碍到释迦牟尼佛的成佛 嗯 后来释迦牟尼佛把这种方法告诉我们了 告诉我们 把释迦牟尼佛自己的这种行入历程告诉我们 佛说这样子才会真正的成功的啊 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生理的啊 平时我们这个世间的这种作法 人类历史上的这种啊 这种血腥暴力这样子的这么多的东西是 因为人就没有掌握到这种啊 方法 人类就是没有普通的人就没有掌握到这种 这种这种这个啊 这种诀窍啊 这种诀窍 所以你打我我打你啊 你骂我我爸我骂你啊 你生我的气我就是你的气啊 就是这种方法一直都是永远都是这种方法 所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嗯 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人这些人啊 这些人就是啊 发动各种各样的战争啊 暴力学习这些人啊 那就一定会多抵御的 受苦的 其他的人也就是也会多抵御的 那结果就是这个 嗯 释迦牟尼佛通过这种方法啊 啊去对付了啊 对付以后呢 释迦牟尼佛没有堕地狱啊 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啊 那么他永远就彻底的啊 永恒的这个解决了所有这个成恨性 所有这个保利的事情 他永远都啊 他永恒的解决了 嗯 这就是真正的解决的方法 所以我们大乘佛教徒啊 就是要学佛就要学这个啊 学佛就要学这个 我们模仿释迦牟尼佛 这叫做学佛啊 向释迦牟尼佛学习 这叫做这个 这叫做这个学佛啊 向释迦牟尼佛怎么学佛 释迦牟尼佛啊 这个呃 出甲了 然后就是在成导了 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呢 呃 并不是说我们在任何一个方面都要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 这个我们可能做不到啊 但是呢 我们要学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啊 然后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慈悲性 然后释迦牟尼佛处理这个事情的方法啊 我们要学这些啊 这叫做这个学佛啊 所以这个第二第三啊 就是人啊 生我的气 我就不生他的气啊 尽量的这样 这个就是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啊 这个价值观呢 我们包括我们学佛的人的类型当中都有这种价值观啊 如果他打我了 我就不打他的话 这个就是就就这个就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呢 然后呢 他这么骂我 然后呢 我一句话都没有没有不敢说 一句话都没有说啊 这样子以后呢 就觉得啊 这个就是很丢脸的 其实根本这个根本不是丢脸的 嗯 这个根本不是丢脸的啊 这个是很光荣的 这个是非常伟大的 这就是完全这个说明啊 完全就展现出了你的这种心胸的这个光阔啊 深度 或者是他的心 这内心的力量啊 展示出来 给这么多人展示出自己内心的力量啊 并不是展示出来表现出来软弱啊 所以这上面呢 我们就是有一点点 我们平时这个这个啊 有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的这种 无明啊 造成的一种啊 这个错误的观念啊 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啊 我们认为就是刚才这种啊 人骂我我骂他啊 这个就是对的 如果他给我说两句话 我说四句话 这就是我是神秘者啊 其实这个不是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什么也不说 这样子以后呢 我没有生气 他生气了 我没有生气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他的这个生气啊 对我没有造成任何的反应 那这样子以后呢 我没有伤害自己 也没有伤害别人 那他就伤害了 他伤害了别人啊 他伤害了自己 那他才是真正的这个失败者 所以这是佛陀啊 大乘佛教 这个这个不禁不能说大乘佛教 这个是所有佛教都是一样的啊 大乘佛教 小乘佛教都是这样 这个是这个沙门思法 是大乘小乘都是这样子的 佛对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 都要要求要求要求这么去做 那这是第三 我们要经历啊 我们也不可能 也不可能我们一个短短的时间当中啊 比如说人大我了 我也不大 人骂我了 我也不骂 这个我们可能做不到 但是这个有一个过程 有一个过程啊 我们也就要努力啊 往这个方面努力啊 这样子以后呢 就过一段时间以后呢 一年两年啊 或者是半年啊 这样子当中啊 我们就是尽量的去啊 训练一下的话 那就是完全是啊 没有问题的 这个并不是说从此以后 我们没有任何诚恨心啊 这个不可能 但是呢 至少啊 在这种场合下 我完全可以可以可以冷静啊 可以冷静 可以不冲动啊 我可以不欢手 不麻 这个完全是做得到 这个非常重要啊 这是第三 然后第四啊 第四就是说 人啊 哇哭我 我不哇哭人啊 这个意思啊 人就是说 有人来说 我的不对啊 骂我 然后就不但是骂我 而且骂注重啊 骂我的注重 骂我 然后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缺点啊 说我的各种各样的缺点 然后就说我的注重 连注重都被骂啊 在这种情况下呢 很多人是受不了的 很多人受不了的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人侮辱我了啊 我不污辱啊 或者是人挖苦 我不挖苦啊 我不去挖苦啊 我就这时候呢 也是刚才这样子啊 不说什么啊 不但是这个时候 不但是啊 不骂啊 不但是不欢手 而且啊 我就是对他啊 这个发慈悲心 发慈悲心 还有我可以包容啊 我理解啊 为什么包容理解呢 为什么啊 这个别人打我骂我 那我能理解这个 是不是就承认了我自己有错误呢 啊 是不是我自己有罪呢 啊 啊 并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为什么这个包 我为什么能理解他呢 理解呢 并不是说我自己有什么很很很大的这个错误的行为 所以理解 不是这样子 那是什么 我们昨天讲过了啊 因为他也是啊 不自由啊 他也是不自由 他也没有没有 他也不是故意的啊 他也不会这样子 他也不像这样子啊 但是呢 成恒心啊 升起来的时候 他也啊 没有自由啊 这么多人当中 他也不像啊 他也不会不不像啊 这个去打人啊 他也不会去做这么不好看的事情啊 这么多人当中 他也不会想不会做啊 不会说这么难听的话啊 但是呢 成恒心出来了以后呢 他没有自由了 他没有办法 嗯 他不是故意的 他也不是 他也不是一出门的时候就计划好了 我今天一定要去打谁啊 骂谁啊 他也没有没有这样子啊 但是呢 当场因为各种的这个原因啊 各种原因 他这个也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因为这些原因以后呢 他就啊 不自由了 所以我能够理解啊 可以保容啊 就是这样子 这个我们昨天讲的 有有15个方面去这个训练啊 那训练好了以后呢 那我现在 现在我们就可以可以用啊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这个这个可以原谅他啊 不但是原谅 而且啊 可以对他啊 这个啊 发出这个慈悲心啊 为什么呢 因为呃 为什么慈悲呢 因为这个人已经被啊 烦恼控制了啊 已经被称恒心控制了啊 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啊 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这种 控制能力啊 控制能力已经完全是被烦恼控制了 根本就没有自己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掌控权啊 这个掌控权已经在烦恼 做法啊 这个我们 断气之内 有点难啊 难度搞 但是呢 这个 呃我们也要学这个啊 要学习 要学习 往这个方向努力 每一个人都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 这个四个叫做这个沙门司法啊 这个沙门司法呢 我们在家庭当中也要也要要落实到啊 工作当中也要落实到啊 单位上也要落实到 学校里面也是一样的 凡是我在的地方要需要需要落实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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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法啊 这个沙门的司法啊 四个原则 这就是落实啊 这就落实 我们只有修行没有落实啊 也不行的啊 只想去落实不修行啊 这个也不成立的啊 不训练 不训练的话 这个到时候是做不到 所以 这两个都啊 不能分开的啊 留伯罗弥多都是这样子 留伯罗弥多先是训练 然后去做啊 这个很重要 训练的方法啊 这个曾经做 我曾经讲过 比如说 首先是 首先是这个训练很简单的 比如说不舍啊 不舍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呃 有些人啊 很有这个 这个吝啬心很强啊 很口啊 这个时候呢 他不想不愿意 舍不得给自己的这个 比较比较喜欢的东西啊 然后游手放到左手里面啊 然后左手游手就是代表两个人啊 其中一个两个都是我 然后我啊 游手我就给把这个这个东西给你放到左手啊 这时候又把左手当作我自己游手就是另外一个人啊 那我这个啊 送给你放到左手里面啊 这样子训练的啊 这样子训练啊 先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啊 就是呃 不是什么呢 不是一个最简单的东西 比如说啊 比如说一根菜椰子啊 不是处去啊 都能够啊 都能不是都都都都舍得的啊 人是完全是可以可以这样子训练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 佛陀告诉我们一定要跟善知识啊 一定要跟着善知识 不要跟着恶知识啊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啊 不仅是上师或者是道友啊 比如说这个这个部门 这个单位里面的这个小部门里面的 比如说五六个七八个十几个人啊 啊 当中多数的人啊 多数的人都是都是啊 比较讲道理的啊 然后呢 就比较负责任的啊 然后比较有爱心的人 这样子的话 比如说有十个人当中 六个人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剩下的四个人 也就很快就会变成这样子的啊 如果这个部门里面的六个人就不是这样子 很野蛮的 不讲道理的 不负责任的啊 然后就没有爱心的 非常非常自私自利的 不好好工作 贪钱啊 这种人啊 如果是那新来的这个四个人呢 很快就会变成这样子的人啊 很快就变成这样子的人 这是一个啊 另外一个呢 比如说这个这个部门的领导 他是主要的人物 是什么样子 然后后面的人都会慢慢慢慢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佛就告诉我们啊 要跟着善知识 要跟着有菩提心的 有爱心的 有智慧的人 为什么要跟着他呢 因为我跟着他啊 我的心啊 也会慢慢就变成他的心一样的啊 这个人的心都是这样 人的精神就是这样子的 嗯啊 然后这个就是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比喻啊 比如说啊 一个盒子里面啊 一个盒子里面 我们呢 来就放一个这个啊 檀香啊 红檀香母 嗯 这样子以后呢 以后啊 过一段时间这个檀香母拿走了啊 但是这个盒子里面还是有香味啊 为什么因为这个盒子跟这个檀香母啊 就放在一起啊 很长时间了啊 他这个盒子本身是没有一个金属盒子 他哪有香味 他没有香味 但是呢 因为他跟这个啊 这个有香味的东西接触的时间多 所以现在他也有香味了啊 一样的道理 好的不好的都是这样子啊 好的不好的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跟着善知识 不要跟着恶知识啊 如果我们啊 一开始的时候呢 人是比较善良的 比较讲道理的一个这样子的人 但是呢 一个恶知识 恶知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啊 这个野蛮的 不讲道理的 没有爱心的这种人啊 叫做恶知识啊 如果我们跟着他啊 如果跟着他这个啊 关系比较密切啊 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人也就慢慢慢慢会变成啊 就跟他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内心呢啊 就是可以训练的啊 也可以污染的啊 可以训练训练呢 自己训练啊 污染呢在无心当中啊 会慢慢就会污染的啊 他也可以 可以这个 往怀的方向走 他也可以往好的方向走 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 凡夫人的这种这个观念当中呢 永远都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观念 都是啊 都是以欢经而变啊 欢经而变 直到菩萨的异地的时候啊 菩萨异地的时候 我们正到了这个菩萨异地的时候呢 从此以后 我们自己有一个非常坚定的啊 这种观念啊 或者是这个见解 从此以后 我们不会有变化的 再怎么样的环境也好 再怎么样的这个啊 这个啊 跟怎么样的人也好 永远都不会有有有有 不会有变化啊 自己有一个非常坚定的这个见解啊 还没有到这个之前呢 我们的所有的好的观念不好的观念 这是短暂的啊 这个好的观念有可能会变啊 坏的观念呢也有可能变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修心啊啊 这些是非常重要啊 这个我们的内心是可以被啊 尋练的可以被尋练的啊 所以这个很很很重要啊 这四个啊 我们的这个要落实到啊 现实生活当中去啊 这个落实到现实生活当中 这个叫做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 这叫做佛法融入生活当中啊 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 但是我们要把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 首先我自己要有佛法啊 我的心里有佛法 我才能够融入到生活当中去啊 我自己心里没有佛法 这个书本里面有佛法 但我心里没有佛法 这个没有办法融入到生活当中去啊 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首先我自己要有出力心 菩提心啊 然后就是比如说补食啊 忍辱啊 这些我自己有了以后呢 我自己心里有补食啊 有忍辱心啊 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把这些啊 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啊 融入到工作当中 融入到家庭当中啊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佛法不但是啊 对我们的耐失或者是解脱有利 而且啊对现实对生活对工作也有利 那也有利 这个就是 这叫做这个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啊 我们天天的刮在嘴边啊 佛法要融入生活当中 是要融入生活当中 但是问题是怎么样融入佛法当中 生活当中呢 就是要去修行 先要去自己要去修行啊 自己修行训练好了以后才能够融入啊 否则就是不可能的 这个是这个撒门的这个死法啊 融入到生活当中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我们要学会让步啊 佛教徒要学会让步啊 让以步啊给别人 这个不是失败啊 这个不是损失啊 这个就是生理啊 这个就是成功啊 对一个修行人来说啊 追求爱心追求智慧 追求解脱的人来说啊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成功啊 这个不是失败啊 这个是生理啊 这个不是失败啊 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 要要要要注意 这个我觉得相当的重要啊 平时我们这个嗔恨心是很很严重的啊 如果有一种这样子的心态啊 那么这样子这种人无论是在任何地方啊 他都很幸福啊 他都很开心啊 不会受到这些人的这个影响啊 不会受到这样子的影响啊 如果没有一个这样子的心良啊 啊这话那么一个这样子的无欲横流啊 每个人都是这么严重的这个自始自离啊 然后呢为了钱不顾受不不不择受断 这样子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啊这种这个心良的话 那么是很难的很难幸福比较开心的活下去啊 很难做到这个心灵健康啊 为什么我们昨天讲的呢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精神病人啊 为什么为什么出现一个全球性的大规模的这种啊 这个心灵危机呢 这是因为我们啊 大家都是没有这些传统的东西啊都丢掉了 然后呢又就不去学这些东西 然后佛法也不学学了也不用不秀啊 所以啊所以这个就出现这么这么多的问题啊 问题出来了以后呢 我们才知道啊要去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佛告诉我们了啊 很早以前就告诉我们这个整个的过程啊 人的内心的这种严扁的 他也有一种规律啊 严扁的过程他有一种规律 这个规律全是结啊 只有一个人啊 掌握得非常清楚 这就是西大多太子啊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啊 然后呢其他的啊 比如说这些东西方的这个这个哲学啊 还有心理学啊 那么他们呢也不是说啊没有懂懂了 但是呢懂得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啊 很表面化的啊一些这样的 他们掌握的都是这样的 这个真正的人的心灵的变化啊 就不是没有没有掌握没有掌握得很清楚啊 但是现在呢因为佛教的啊书籍啊 佛教的这些这个这个很多的啊 比如说像大藏经啊或者是一些个别的这个佛法啊 就有英文的有汉文的很汉文的很早就有英文的也就也就越来越多 这样以后大家或多或少就对佛法有一定的这个历劫了 所以西方的很多的这些非常著名的这些哲学家的思想体系当中呢 也有很多这个佛教的东西啊佛教比如说一个典型的就是荣格啊 现代心理学啊之福现代心理之福荣格啊 那么他用的都是都是这个佛教的这个思想 他自己在这个西藏《独王经》那个翻译的时候啊出版的时候 他给这个西藏《独王经》的这个出版啊写了一个徐啊 那么这个徐当中就荣格就说得很清楚了 他说他说他在这个心理学上啊这个发现的这个所有的成果 就是也是尤其是非常令人兴奋的这些成果啊 都归功于这个西藏《独王经》 那这他自己说的话嗯 他是这方面很有研究的 然后他是非常的非常这个呃 啊忠实这个佛教的这个心理学者 后来荣格的这个门徒啊都是这样子 都是这个呃 都是这个非常忠实这个佛教的这个呃 这个这个思想啊 那他们都受到了这样子的这个影响啊 那这样子以后呢 在这个他们的这个论典当中也会出现啊 现在就会出现了 过去是没有只有一个人掌握 这个就是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早在2500多年就讲过这些啊 但是呢我们很多人不了解啊 很多人了解了也不怎么忠实啊 很多人就觉得不会是这样子的啊 但是现在问题出来了啊 问题什么问题出来就是心理危机 物质解决物质能解决的问题啊 这个我们不能排不能不能否定物质有物质的作用啊 我们的现实生活当现实生活离不开物质的嗯 但是呢也不是啊 就有物质啊就就解决一切问题的也不是这样子 所以人本身啊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它是物质和精神的这个综合体啊 这叫做人 人不仅仅是一个精神的啊精神 人不仅仅也是一个这个这个这个物质 但是它是有物质它有精神的一部分啊 那么它的物质的一部分呢 它要用物质来满足它啊 然后它的精神的一部分呢呢 它也需要物质 但是呢不仅仅是物质 物质不能解决的问题 物质不能满足它的一些很多精神上的需求 是用精神它自己去创造啊 比如说是艺术啊艺术宗教哲学这些东西也是我们的类型的需求啊 也是它的需求啊 这些也是很多人的生活的一部分呢 那那么这些是物质啊它没有办法 物质能创造宗教吗不可以啊 物质能创造啊哲学吗也不可以的啊 物质它能够创造这个哲学啊艺术吗也不可以的 所以这些都是人的精神创造出来 而且这些是人的生活当中的比较高级别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所追求的东西 所以这时候呢啊需要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啊 所以这些是我们只有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经当中去寻找这些方法 这样子以后呢才能够解决啊这些问题 这心理危机就可以解决了很多人啊不是不知道啊很多人就已经发掘了这个问题了啊 所以西方的这么多人啊就已经开始研究这个佛法啊已经很忠实佛法 为什么很忠实呢因为有需要啊需要啊人就是这样子光是物质啊这样子下去的话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心理问题啊各种各样的家庭问题 物质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时候呢这些问题是要解决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很严重 那么要解决那就是需要找一种方法啊那这种方法是物质本身是没有提供不出来这种啊这种这个啊 这这种方法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人打我我不打啊如果人打我我也要打的话 啊那么可以制造各种各样的物质和物质等等等等啊这个是这种方法这个就是这种理论人打我我就打人啊可以嗯 但是这个科技也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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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这种这种条件啊科学的基础但是呢人打我我不打啊 那么这种啊物质是没有办法只能精神自己去训练啊这个是科技没有办法提供啊 这种训练是佛教给我们提供这种方法训练的方法 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些都是就人的美德啊 这是也就是从从伦理道德教度讲这是人的这个伦理道德啊人的美德 这是不可缺少的生活当中也不能缺少工作上也不能不能缺少的啊 大的范围来说呢这个全世界的人也不能缺少 如果缺少了这种这种我人打我我不打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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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念啊缺乏了以后呢 然后就是人打我我一定要打人啊这样子以后呢 人类历史上的这种这种各种各样的血腥暴力是这样子产生的 所以佛陀的法啊佛陀的法就是对质啊这个的方法啊 所以佛陀的法在哪里那里就是和谐的啊 那里就是应该是很幸福的如果但是呢佛陀的法我们不要认为这个树啊树笨啊 那是不是佛陀的这些大藏经在哪里那里都是是不是这个很和谐很幸福呢 当然我们可以说佛陀的法在哪里发本在哪里当然有加持啊 这个是我们看不见的一种能量嗯但是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说佛陀的法啊在哪里不是在这个寺庙当中啊不是在这个藏经楼当中啊不是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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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啊这个佛堂当中 而是在人的心里面啊佛法就是要在人的心里才能够啊佛法在哪里那里就是很和谐的啊 并不是说这些书在哪里就哪里很和谐并不是这个意思啊 佛法就是真正要在哪里呢不在于佛乡里面啊不在于佛塔里面啊不在于这个寺庙里面啊 佛塔啊这个佛乡这些都是象征啊佛的智慧慈悲啊 因为它是象征佛的慈悲和代表它是一种符号啊 那么这个符号所表达的是佛陀的慈悲佛陀的智慧 所以我们啊要恭敬他啊要恭他啊他不会接受这些水果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以我们的心意我们要恭佛啊 这个是应该的啊但是呢真正的佛法啊真正的佛法就是佛的啊这个思想 佛的思想啊是不不不不不只是说这个书本啊这个谁的心里有佛的思想啊 谁的心里有这个佛的智慧啊谁的心中有这个佛的慈悲啊 那就那里就是那里就是和谐的幸福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我们要去学要去修修了以后才啊我们的心中才能够有这些佛法啊 才能够这个做到这些啊这个很重要 另外一个佛教跟其他很多宗教完全是不一样的地方 佛陀在佛境啊包括这个密宗和宪宗大乘宪宗当中都在强调 意在的强调啊异教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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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佛啊不认为异教徒是魔鬼啊 佛根本就不认为异教徒是一个什么灵类的东西啊 佛认为所有天下所有的宗教啊都有他自己的这个生存的啊他存在的利用 佛认为这所有的宗教都有他生存的利用啊这个佛教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是很包容的佛陀也说啊所以佛陀制定了一条一条这个截律啊这个是什么呢 如果刻意的啊或者是恶意啊毁谤啊毁谤包括外道啊 毁谤包括外道的这个观点呢或者是行为啊包括外道的宗教啊 毁谤包括外道的宗教啊那么这个是犯节的啊这个是犯节的啊 密宗里面这是第六条节啊我们可以看密宗的第十密宗有十四条根本节啊 第六条节就是就是这个恶意的攻击别人的啊别人的这个别人的这个呃呃这个宗教啊 但是呢我们现在非常遗憾的就是就自称是佛教徒啊自称是佛教徒的人啊 就是呃就不但是攻击外道的而且就攻击佛教内部的啊 啊这个这些人的根本就没有懂得佛在说什么啊佛呢就告诉我们不但是攻击不能攻击佛教的内部 而且啊连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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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当中说得非常清楚 佛教徒哪怕是对一个物质也不能生起嗔恨性 何况是一个宗派 说得非常清楚 所以佛教徒的包容真正真的是一个非常感动的 佛教徒从来没有说学其他的宗教的人是魔鬼邪恶 从来没有用这样子的字眼来达 描述佛说发菩提心 这菩提心是对所有众生的 所有众生要对父母一样的对待 那么所有众生当中有所有外道都在这个当中 佛陀并不是说不学我佛法的人 就是这个外道 就是这个邪道 然后这就是不能给他发慈悲心 菩提心 只能跟我们学佛的人发慈悲心 他这个佛教的所有的大乘 小乘 宪宗 密宗 经典 论典当中 根本没有任何一个这样子的字眼 永远都不会出现的 不但是没有 而且佛就是说 佛陀说了 这个不是我说的 我不是说 我不是我的意思去揭示佛教 佛自己亲口说的非常清楚 自己亲口说 而且说的很清楚 所有宗教 所有的宗教都有自己的这种存在的理由 所以我们不要恶意的去攻击 不能攻击 而且不但是有存在的理由 而且这些像外道 比如说像外道 这个根本就否定前世今世 否定因果等这样子的断间的外道当中 佛都说 这个当中都有可能 佛就是实现这样子的身份 去先让他们讲这个 然后慢慢的去读话 慢慢的去思考 然后他们也就先去思考 第一个思考的结论是什么呢 没有前世 没有后世 没有因果 都没有 但是佛就是说 这个当中也有佛的化身 佛实在是没有办法的 这些众生如果给他讲前世今生 这个因果根本不能理解的人 那先让他们理解 先让他们了解这样子的理论 至少这也是一个理论 这个就比根本不去思考 根本不接受理论的人还好多了 他也有一种思考 然后通过这种思考 再进一步的去思考以后 最后他就知道真正的真相是什么 所以佛就说不能攻击 不能攻击外道的任何一个脚派 所以我们佛教徒当中 这个派那个派这些是不对的 佛教徒当中是要团结的 本来就是一个佛的法 不但是佛教徒 而且刚才我讲的外道也是 学外道的人也要佛陀说得很清楚 也要团结 但是院子是什么 我们学习的时候 佛教徒就学习佛教 不学习外道的东西 外道他就学习塔的东西 不学习佛教的我们相互都不干涉 都不干涉 各学各的 但是我们也不要 因为不学我的就是邪恶的 不是我的法就是邪教 佛没有这么说 而且佛说如果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造罪犯截 那这也是 这是佛说了 这是最好的 所有的忍辱当中的第一个忍辱 第一个忍辱 因为观点 观点是很固执的 比如说我们接受了任何一个观念以后 然后很多人就是很固执这个观念 这个间接 无论是错也好 对也好 很执着这个观念 然后跟自己的观念 简介不相同的这种人 很排斥地主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佛说不要这样子 这是最好的忍辱 这个是很重要 这个是佛说的 所以我们佛教徒之间当然是要团结 然后不要排除 但是比如说我们去研究佛法 去学习佛法 比如说大乘和小乘 有什么样的区别 然后外道和佛教 我们又比较研究 有什么样的差 有什么样的相同的地方 有那些不相同的地方 这个当然是可以了 我们这是研究 这是学习 并不是恶意的攻击 不是恶意的攻击 所以这个是不包括当中的 这也是佛教的一个特点 佛教的特点 佛教把移教徒也就纳入法菩提心的对境 那法菩提心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法菩提心的对境当中的 那就已经是很不得了了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法菩提心的范围当中的人 都要看我现在的父母一样的对待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就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佛的这种保荣 佛的保荣 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所以这个问题上 佛教徒要注意 要团结佛教的内部的各牌 各门牌 不过就是只不过就是一个 这些国去的这些上师的 这个传法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就形成了这么多的 比如说这个汉传佛教 也有很多宗派 包括密宗 有唐密 也是一种宗派 有好多宗派 然后藏传佛教也有这样子的宗派 然后南传佛教 藏传和悲传佛教 也有这样子的差别 有差别 但是有些是大乘小乘 这个教义上 有一些差别 但是有些是教义上 就根本就没有什么差别 只是只不过就是上师 国去这个传 从引渡传到藏区 或者汉地的这个时候的传 传承的人不一样 所以就是不同的人穿下来的法 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法 一个法埋 一个体系 这个叫做一个招牌 实际上这个内容完全都是一样 我们前几天第一天讲的 这个无足哄人 阐释的这个罪伤成论 这个跟这个弥法 完全是从观点间接上完全是一致的 完全是一致 这个我们可以藏传佛教的这个密宗 大圆满或者大欢花王或者是十轮金刚 翻译了这个韩文的书版本 现在已经很多了 可以比较完全是一样的 但是两个人传下来的时候 这个就变成了内容上没有差别 但是变成两个牌 是因为传的人不一样 传的时间的造晚 时间造晚不一样 传的地方不一样 就变成了这样子的 所以这些都是相互之间 不能这样子会造非常严重的业 不但是自己造业 而且还有跟着他后面的这些 所有人都会造业 这个不是我们说的 佛说的 这个佛专门讲什么是办法 什么是办法 有一部经典 这个我已经放在这个博客里面了 已经都快一年了 大家都上去看一看 这个是《大藏经》当中的 这个不是我们现在翻译的 很早以前翻译的 经书不多 经书不是很多 大家阅读一下 这个很有必要的 我们也要阅读 然后其他人 凡是学佛的人都应该阅读 释迦牟尼佛也 这个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了 这个不是密宗 是先宗的经典 这个汉文版本的《大藏经》当中也有 网上也可以搜索 有电子版 这里面就讲了 以后的大乘佛法 学佛 大乘佛法的将经说法的人 必须要先学一下这个经典 然后去将经说法 佛是这样要求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不懂得 什么叫做设法 什么叫做办法 什么叫做攻击 然后攻击了以后 有多大的这个罪过 这都不明白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去传法 将经说法的话 那么有些时候 有些东西是跟我自己的想法 比较不适合 所以我去攻击 去诽谤 甚至诽谤 都有可能的 所以佛就是说 将经说法之前 要去看这个 要学这个 学好了再去讲 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可以看看 所以我们佛教徒 跟其他的不一样的 就是念外道 外道也是学外道的人 也是终生 也是终生 基督教也好 伊斯兰教也好 什么样的宗教也好 学这个人 学这个宗教 甚至是学一个 典信的斜教的人 这个也是众生 也是人 也是人 他传的不对 内容不对 但是他也是人 所以他也是众生 那么我们发菩提心 是对所有众生发的 所以这个是佛的 这种宽容 佛的这种保荣行事 这个是无比的 这是没有的 只有佛才有 所以我们学佛 也是要向他学习 我们不排斥任何 任何这些教派 但是我们学习的时候 这是皈依节 皈依节的六条节当中 讲得很清楚了 那我们不排斥 是不是我们也佛教也学 其他也学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不是这样子 我们学习修心 就学佛 就修佛法 但是不排斥 所有都这样子 要团结 这样子 所有宗教 或者是一个宗教的内部的派别 都是很团结 很和谐 人与人之间 也没有必要这样子去排斥 攻击 这都是不对的造业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 人攻击我 我不攻击 人毁谤我 我不毁谤 这个就是个人也好 一个佛教 比如说一个寒传佛教 或者藏传佛教 或者是内部的一个派别也好 都是这样子 凡是真法 真正的佛法 这些都是寒传佛教当中 也有很多说法 一些国曲的这些有些经典 有些佛经 这个是维经 那个是维经 有很多这种说法 藏传佛教里面 早起的时候 有一些这样子的说法 后来他们从印度照到了 印度最早的翻文的版本 版本照到了以后就没什么话说了 这个根本不是后来的藏族人写的 这就是从印度翻译过来的 这个版本都还在 这样子以后 绝大多数的这些争论 都从此以后就结束了 但汉传佛教里面 也有几个比较典型的几个论典 有人说是微经 但是这些都是一定要注意的 这个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所以这些方面要 不能这样子拍斥 这个也叫做忍辱 这个也叫忍辱 这个是忍辱 就融辱到我们的学佛的团体当中了 忍辱就融辱到佛教的生活当中 佛教化的生活当中了 这个非常重要 一教徒也不能拍斥 一教徒一教也不能拍斥 也不能攻击 这个很重要 平时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 现在比如说我们学佛法 真正的去闻死修心的局势 年轻的人就慢慢就越来越躲 越来越躲了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趋势 学佛就不仅仅是少像拜佛 要去学习 学习了以后要去修行 修行了以后要去落实到生活当中 仆独终生 释迦牟尼佛的成佛的目的 最终的唯一的一个目的 也是仆独终生 那么仆独终生 也就是不仅仅是天天坐在大座 大座训练好了以后 然后去扑读 就是要落实到现实生活当中 因为人终生就在现实生活当中 世俗当中 终生都在 无论是人也好非人也好 都在世俗当中 所以佛法要融入到世俗当中 这个并不是说佛法要世俗化 而是什么呢 佛法融入到世俗当中 然后就改变这个世俗人的一些不好的观念 然后让每一个世俗人走上正道 这叫做佛法融入生活当中 如果佛法没有起到这个作用 那为什么要融入到生活当中呢 融入了有什么意思呢 并不是说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 然后呢 让世俗的人赚更多的钱 让世俗的人赚钱的欲望更增长 不是这个意思啊 如果是起到这种作用 那有什么用呢 这个是没有用 这个不是佛的目标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先学习 再去修行训练 训练好了以后 落实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 这个每一个六读 六波罗蜜读 波罗蜜读都是这样子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阶段 昨天我们讲的三个人入当中的第二个 这个人入的第二个阶段 落实的阶段 然后我们讲第二个人入 第二个人入是什么呢 第二个人入是对痛苦的忍辱 对痛苦的忍辱 第一个忍辱跟第二个忍辱有什么差别 第一个忍辱是我们对一个 比如说对一个人 或者是对一个另外一个 比如说兵 比如说人或者是自然的灾害 或者等等 反正就是一个对这样子的东西 人 绝大多数都是人对这样子的人 修忍辱 现在这个不一定是人 就是对痛苦 来自于人为的痛苦 自然的痛苦 自然灾害之类的 凡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所有的痛苦都是一样 对他们的这种忍辱 这个我们非常的重要了 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就是现代社会当中 这个是非常重要 我们昨天也讲过了这么多的人去自杀 全球都有这么多人 就很多人自杀的 这么多人自杀 然后就这么多人的这个 有吃有穿 吃穿都不愁 但是呢 精神上这样子 这个又出现这么多的 这些 这个问题 然后就导致人不愉快 再有钱也没有用 不愉快 不开心 不幸福 最后严重的就是走走走绝路 那这些是什么原因呢 这些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心 非常的这个脆弱 为什么脆弱呢 昨天我们讲了 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上校学的时候 就没有关心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关注怎么样去 这个强化 这个我们的内心的这种 面对的这种能力 这个没有考试 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 没有考 就一直都是考虑 我们怎么样去 这个外面的这个物质 更多一点 更丰富一点 我们就是通过这种 通过这种物质的物质 来满足 满足我的这个渔望 这个是比如说一个人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一个小孩子 或者是一个宠物 狗猫都是一样的 他要什么就给什么 他想吃什么给什么 这样子的话 那么他就越来越 就是这样子宠坏了以后 他的要求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他的要求就是越来越高的 完全是一样的 我们的内心也是完全是一样的 他想要什么 然后向一切办法 我们去卖这个东西 然后满足他 这样子的话 他对我们的要求 是一定会是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的 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 他嫌拥有一个普通的房子 然后这个满足了以后 他又想拥有一个高当的住宅区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这个公寓了 这个给他满足了以后 他想要一个别墅 然后这个给他满足了以后 他就想要更多的东西 任何一个都是这样子 如果不控制 如果永远都是 就按照他的意思去做的话 那么就是没有一个 他满足的时候 他只要他不满足 他永远都是有需求的 有需求 有需求 有需求得不到的时候 然后就是反而就痛苦 所以这样子以后 不是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去满足他 其实不是给我们自己创造幸福 而是给我们在无心当中创造痛苦 创造痛苦 因为把我们的内心 已经训练成一个这样子 一个宠坏的一个小孩 或者是宠坏的一个宠物一样 被宠坏了 这样子以后 他的要求越来越高 如果有一天我不满足他 然后他的不像平时一样 这个时候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痛苦 给我们制造很多的痛苦 麻烦的事情 困难 一样的 所以传统上的 传统上的培养小孩 跟我们现在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传统上他是几年到几年怎么样去培养 然后多少年到多少年之间应该怎么样去培养 传统上是有要求的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用各种各样的物质满足他 然后就给他施加很多的压力 比如说父母 很多父母自己因为以前没有学到的东西 然后希望他去学 然后一个小孩要学各种各样东西 然后推他的施加压力 压力更大了 然后小孩对这些执事 不但是他没有心腹 而且年十岁的小孩 旧岁的小孩都有义语症 最后就是弄成这样子的 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就是我们培养的方法没有对 教育的方法 培养的方法没对 然后翻过来说 跟我们自己的类型完全是一样的 这个完全是一个道理 我自己的类型 也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去培养的话 那么最后培养成什么样子 它的要求越来越高 如果有一天 我没有能力去用这个物质去满足它 或者是我不愿意的时候 这个时候类型非常的痛苦 很痛苦 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的类型 想拥有一个别墅 因为我的邻居有别墅 所以我要有别墅 不是我住的地方有别墅里面也可以公寓楼都可以住 但是不是因为我不是别墅我就没地方住 而是因为虚荣性 因为他有所以我要有 这种时候如果我这个时候不买 我不去满足他 这个时候他有可能是变成抑郁症了 他有可能这个时候因为邻居都有了我没有 这个时候他接受不了 然后他有可能这个时候他有可能很焦虑了 然后就慢慢的有可能就变成抑郁症都有可能 我们世俗人的这种寻找心腹的方法和佛陀的方法不一样 世俗人尤其是现在 那就是我们的方法 就是唯一只有一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物质就是物质各种各样的物质来满足他 满足不了的时候 这些物质也不是从天而降 要去要去创造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承受不了这么多的压力的时候 然后实觉 然后就是这个听觉上的一些 比如说唱歌呀看电影等等东西来弥补 但是这是甘管是甘管是甘管的一种这个语乐 但是这个东西他对于雷星当中呢 就是短暂的给他带来了有一点点这个这个心腹感 或者是愉快的这种感觉 但是这些东西一旦没有了以后呢 然后就更加的更加的空虚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这种培养他的方法完全是错了 佛的培养方法就不是佛就是用这种方法去 这是佛的方法去适当的控制他 佛也没有要求我们不吃不喝不可能 这个不可能 但是呢不要他想要拥有什么就给他 给什么 不要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这个是没完没了的 这个是无限的膨胀 人的世界是悠闲的 人的力量是悠闲的 人的生命是悠闲的 他是无限的 一个无限的欲望是 悠闲的生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满足他 所以要控制要适当的控制他 要适当的训练他 如果训练的话 他一样的幸福 他如果训练出来了以后呢 他可以一样的幸福啊 外面的这么多东西根本就不需要了 这些东西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而是许荣心才需要这些东西 生活不需要这些东西 这些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这是为了满足人的许荣心 所以佛陀给我们的这种方法 是另外一种方法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面对痛苦 面对痛苦 面对痛苦的方法是调整类型 这个非常的重要 但是这个我们今天不需要说太多 因为曾经讲过如何面对痛苦 还有就是如何面对幸福 等等讲过很多次 这些都实际上就是培养训练自己的类型的方法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生活 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 其实在讲这些 这个非常的重要 面对的方法很重要 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 佛陀没有告诉我们逃避现实 佛知道 这个我昨天也讲过了 佛知道佛有这么大的智慧的人 知道圣老兵是逃逃避 这个不可能的 三千大千十节六道轮回 在哪里每一个角落都是一样 没有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不死的地方 没有一个角落 是我们可以不衰老的地方 都是一样 这个逃避是没有办法的 那么怎么办 那就是要去面对 面对 那面对的方法什么呢 世俗人说佛教逃避 他从佛教的角度来看 私人在逃避 私人在逃避 私人怎么逃避呢 私人不敢面对这个痛苦 为了减轻这个痛苦 或者是为了没有这个痛苦 或者是为了不产生这个痛苦 然后就是去找很多很多的 创造很多很多的物质来提供给他 但是这些物质没有让他不产生痛苦 一样的还是产生痛苦 而且他的要求越来越高 然后这些要求越高 斗不到的时候痛苦也就越大 这时候 私人想逃避 但是他的这种逃避的方法 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导致的结果是更大的痛苦 更大的痛苦 这是我们没有发现到 从佛的观点看 私人在逃避 不是佛在逃避 但是私人的这种逃避是失败的 为什么失败的呢 所有物质带来的这种感 这种所有的物质 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满足感 或者是安全感 都是短暂的 这个里面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 都是短暂的 都是短暂 这是一年两年五年八年 或者是一年 或者是一天两天 这是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他就消失了 消失了以后 女性又很痛苦了 又很痛苦 然后又去找 又去找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吃 比如说生病的时候 去吃直通药 那么直通药 他要小在的时候 他可以 当时他可以控制 这种疼痛的感受痛苦 但是这个药效慢慢的淡化 失去了以后 因为他没有解决病的根本 所以他又会复发 这完全是一样 我们用物质 很多很多的物质 来给他满足他 这是为了什么 我们在逃避 为什么呢 如果不这样子的话 他痛苦 我不希望他痛苦 所以我就去找很多的物质 来提供给他 他不要痛苦 这是实际上我们在逃避 但是逃避的这种结果 最后把我们弄成什么样子 最后根本就不可能逃避 而且这个结果就更严重 更痛苦 这个时候如果不满足 那就痛苦更大 因为这样子冲坏 所以养成这样子的习惯以后 得不到了以后 这个就是更大的痛苦 这个我们刚才讲的 养充武 教育小孩 都是这样子 教育我 训练我自己的内心 也是这样子 所以佛就让我们面对痛苦 你不要希望不生起痛苦 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要去面对 怎么样去面对呢 大开心雄 面对 比如说我们平时 很多人都生一想的痛苦 来自于生一想的痛苦 来自于家庭的痛苦 来自于感情的痛苦 来自于各种各样的痛苦 那么这所有痛苦 这所有痛苦 佛就教我们 这个里面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心胸大开面对 用佛的方法去面对 这样子就可以解决的 可以解决 但是这有一个问题 佛告诉我们 我们佛告诉我们 你们不要把这个时节 人生或者是生活 不要把它理想化 不要理想化 这个里面有生老病死 还有很多的人类的基本的痛苦 这个你已经要知道 这个是痛苦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子以后 我们有危机感 有思想的准备 到时候 然后有了这个危机感 思想准备以后 可以去训练 训练好了以后 我们可以面对 面对 比如说低诊的时候 还小的时候 有训练的人和没有训练的人 面对完全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这个日本低诊的时候 就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也要这样子的训练 训练好了以后 然后去面对 这个时候 这些所有的 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痛苦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不要走绝路 人生非常的难得 这个机会非常的不容易的 所以提升自己的生命 不要逃避 逃避没有用 逃避这一世逃避了 下一世也就是更难 所以佛教我们面对的方法 没有教我们逃避的方法 所以佛的这种方法 是非常积极的 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这一切 并不是消极 但是我们很多人都 这个是相反了 我们的相 我们比如说 佛教本来是一个这么积极 我们认为不积极 消极悲观 其实 那么我们的乐观有用吗 比如说我们佛教时候生老病死 就是消极悲观 我们的乐观是什么 不死吗 不痛苦吗 不生病吗 不衰老吗 如果不是要生老病死的话 那佛说的是对了 这个不是乐观 也不是悲观 这就是争执争戒 所以要对生活不要太立想化 也没有必要筹化 也不要美化 正是佛 他这个人生是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是需要一个建立一个准确的人生观 这样子以后 我们可以到时候面对的时候 很轻松地解决这个问题 很轻松解决这个问题 修行人他也会生病的 但是跟我们生病是不一样的 修行人他也会死的 释迦牟尼佛在我们的眼力表面上也怨疾了 但是怨疾和我们是人死了 这个死法都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面对的方法是很重要 这个面对是说训练精神 这叫做面对痛苦的这种方法 忍辱 这个是忍辱 这个很重要 尤其是现代很重要 下一代的人更重要的 没有这种训练 没有这种精神上的训练的话 那么很多时候物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如果物质解决得了这个问题 如果物质能够给我们带来幸福 只要有物质就可以幸福的话 那么为什么物质越来越丰富 人的这种幸福感就越来越下降 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说明 充分的说明 这个物质不能带来所有的幸福感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物质的它的作用 但是不能把它当做一个 在生活当中不能把它当做一个万能的 我们还是需要精神上的东西 这个是佛教里面的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比如说我们昨天到今天讲的 忍辱的这种方法 比如说这个方法跟神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跟造无助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跟万能神造无助 跟上帝没有关系 这是人的一种精神的训练的方式 精神的训练方式 所以以前的就像太虚法师他们说 佛教不是宗教的原因也是这样 我们也咱认同这个观点 佛教不是一个宗教 为什么呢 佛教教的我们比如说昨天到今天讲的这些 根本没有信仰的人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呀 根本没有训练的人用了以后他也能够得到这个 他也看得见磨得着啊 这个精神上的东西 别人的眼睛看不见 我自己的眼睛也看不见 但是我体会得到我修了这个以后呢 有什么样的进步 有什么样的感觉 这个就像我喝水吃东西一样的真实 看得见了 所以这个里面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啊 这个跟神没有关系啊 跟造无助没有关系 所以这是很多人说佛学啊 就是一种文化啊 佛学就是一种学科 并不是一种宗教 这种说法在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 也是有根据的啊 有根据的 所以我们啊 这些要文词啊 我要学习啊 要学醒啊 学习了以后要落实啊 这个很重要 面对面对这个痛苦的方法 这个尤其是现代人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啊 年轻人呢 非常的重要 有一个美国啊 2004年有一个大学里面有一个调查的报告啊 有一个调查报告 大学生的一个调查报告 其中的45%啊 45%的这个大学生说他们抑郁啊 抑郁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抑郁到已经没有办法过正常的生活的啊 这种这种地步了啊 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啊 那就是大学生的这年轻人的这种心灵思想的混乱空虚是已经达到了这样子的这个地步了 那45%都已经这个这个这个数字啊 已经是非常非常吓人了啊 而且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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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啊 这种这这样子的人数就是越来越多并没有越来越少啊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这种精神的训练 忍辱啊 面对痛苦就是忍辱 所以现实生活当中都是非常需要 学生需要啊 然后员工需要 老班成熟的压力更大了 老班需要啊 然后学佛的人那就当然了 学佛的人就是并不是解决现实生活问题啊 我们是想解决所有的贪嗔痴的问题 那就更需要了啊 这个啊 是第二个 但是这个我们具体的方法已经讲过了 今天不再讲了 是第二 那第二个这个忍辱 第三个忍辱是对空心的忍辱啊 对空心的忍辱 我们要接受空心啊 佛将这个空心大发光明的时候 然后很多人就像小城佛教的很多人认为啊 无我人无我啊 是一个很小范围的一个空心 他认为这个是合理的 对的我们可以接受 那但是如果你说这个世界 整个世界啊 都是虚幻的 都是像如幻如梦 这个我不能接受啊 小城佛教是这样子 然后大城佛教的这个魏师伦啊 魏师宗 魏师宗他认为嗯 我们可以理解啊 可以理解这个外面的时节啊 他是啊不存在的 他是如幻如梦 这是我们的内心的一种投影啊 他实际上不存在 这个我可以接受 嗯 但是呢 内心的啊 内心的最终的这个阿赖耶识 他认为这是正是私有的啊 这个是所有这个啊 时节的这个基础啊 基础就像我们无理学当中讲的基本的例子一样 他认为这是世界的基础啊 如果你把这个基础也打破了的话 那么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一个基础了 那么没有基础 那么这个我们看到的 心心思思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呢 他认为所有东西打破了 这个是不可以的 他不能接受啊 但是中观里面呢不是这样子 中观里面呢把所有的石油的东西都都打破了 但是呢这个现象啊叫做缘起没有任何石油的东西 但是呢我们的感官当中还是可以有一个这样的现象 这叫做就像《金刚经》当中讲的如幻如梦啊 我们要接受啊 这个这个这个啊 这也接受这个空心 这也是一种暴容啊 这也是一种暴容 我们也是一种成啊 承受我们能够能够容忍啊 这个空心大法啊 这也是一个容忍 但这个我们大乘佛教里面呢 没有一个啊 现在没有一个是不能接受的啊 这个没问题 但是另外一个呢 比如说一些科学的一些这个信的发现啊 很多佛教徒因为不懂啊 所以也许去拒绝啊 其实这个也是不对的 我们用这个 用这个 有一个啊 这个 这个 很合 这个逻辑啊 我们用逻辑去推力啊 然后科学真正科学发现的科学当中啊 也还没有成还不太成熟的呀 或者是呃 错误的这个结论呢 都有的啊 但是呢 真正的这种啊 科学的这种这个结论啊 我们佛教徒永远都会接受的 这个佛说得很很清楚了啊 不像像基督教跟这个科学一开始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么多的这个重突啊 就佛教里面呢 永远不会这样子的成 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过去啊 科学所得到的这些结论 所有东西我们都可以接受啊 这也是一种忍辱 然后未来如果有啊 科学上的什么样的重大的发现啊 什么样的这个新的成果 我们佛教都能够接受啊 都能够接受 这个为什么呢 佛就是说我与世人啊不整论 世人与我整论啊 意思就是说啊 他说这个啊 世人说有啊 世人所肯定的我肯定 世人所否定的我也否定啊 世人与我整论 我不与世人整论 意思就是说这个世人是什么意思呢 这不只是一个人的思想 世人就是世俗人 意思就是肝管啊 无中肝管 无中肝管的结论啊 包括纤维经看到的也好 包括这个哈勃愿望经 这样子的东西看到的也好 什么样也好 凡是肝管看到的我不否定 佛就是说 世人肯定的我肯定啊 世人否定的啊 我也否定啊 世人就是我们世俗人当中的 这些珍藏的这些发现啊 心生失无 所有的这些理论上的 这些珍藏发现啊 珍藏的这些发现 成果佛一个都不会否定的 他说都接受了 不与不跟世人争论 但是因为佛法很很 已经超越了很深 所以世人与我争论啊 世人就是不理解空心啊 不理解因果啊 不理解这个轮回啊 他们会跟我争论 但是我不就认为我承认他们的这些 这些啊 这些这些成果 为什么他们的这些成果 无论是科学的成果也好 谁的成果也好 这就是一个世界的最标面的啊 一个最最最最标面的一个一个啊 这个成果或者是一个啊 显像 嗯 佛的这个是一个非常盛层次的一个世界观 这两个没有冲突 表面上是可以这样子 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啊 比如说这个物质表面上是精致的 实际上是不是精致的 是运动的 这两个没有什么矛盾啊 就是这样很简单的 所以这也是啊 这也叫做这个啊 这也是一种这个忍辱 这些是忍辱啊 佛教徒呢 就是不能像这个像国取的基督徒这样子去啊 把一些新的东西产生了以后 只要不符合自己的传统上的说法以后呢 就去拒绝呀排斥呀啊 佛教徒不能这样子 佛我们要看佛怎么说 我们就啊怎么做 所以佛在这个当中呢 留了一些留下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啊 所以诗人比如说科学家啊 通过科学的这个呃 一起观测 最后还是要眼睛啊 去这个确定啊 那么这样子的数据只要是符合真 不只要是符合诗事的 没有错误的啊 佛教都可以承认啊 这是佛教的世俗的 这叫做世俗的啊 是这这叫做世俗的 在这个世俗的当中呢 世俗啊 诗人对这个世界的这个观点呢 会有越来越好的啊 这个是再啊 再好的再新的成果 最新的成果 再好的成果 佛教里面呢 都可以容忍啊 都可以容忍啊 全部可以保容啊 我们我们我刚刚讲的 我们对空心没有这样 至少我们学大乘佛法的人 都能够保容空心 我们没有人说我不接受空心的观念啊 但是呢 世俗地上的一些新的东西 新的成果 也许有些人觉得这个不符合这个佛的说法呀 佛的说法不符合不符合也没关系的 佛为什么要这样子说 佛是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啊 当时的这个引渡文化 当地的文化啊 根据当地文化 根据当地的北京啊 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佛就是没有去动摇他们的文化啊 在这个基础上 然后就告诉大家啊 这个一切是有楼皆枯 诸心无常 诸法无我 他认为这些才是最有最重要的价值观 他就推出这些价值观 其他的对世界的这些日心论啊 地心论啊 佛认为这都没关系 他都没有怎么去重视这些问题 所以佛的这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 所以佛的这个佛教的这个佛经当中 如果有一个现代科学的这个成果不符合东西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是佛是为了度化这样子的终生而讲的啊 并不是这个是一个一个很固定的一个世界观 那这是不是我们讲这是佛自己说的 佛有料意和不料意 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 这个也是一种啊 一种我们可以呃可以容忍啊 科学的这些新的成果新生事物啊 这个科学再发达啊 再发达一万年一百万年也好 这个所有这个过程当中的所有的啊 这个结论我们都能够容忍啊 这也是这叫做这个忍辱啊 这也叫做忍辱啊 这次我们讲的忍辱呢啊 就是这些内容了啊 就希望大家去修啊 不修的话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落实不到啊 这就是一种理论上的 这是一种理论而已 这是一种树面的知识而已 永远都是一个树面的知识 树面的知识就是不解决问题 所以大家去修 修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啊 用得上啊 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用得上啊 希望大家认真的去修啊 今天我们啊 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